台东这几天高温不断 尤其当遇到红灯时 更是让许多机车族较苦连天 恨不得红灯秒变绿灯 而因此在没有树荫或是其他见物阴影遮阳下 耗制灯的这块阴影成了机车骑士的必争之地 但警方也提醒了 如果阴影区落在禁止临停停车的标志或标线处 或者是斑马线上 骑士一停上去可能就会吃上法单 夏天到来炎热的高温 让不少机车骑士吃足了苦头 尤其是当遇上红绿灯时 直接在太阳底下被烘烤 因此不少机车骑士在遇上红灯时 都会试图往路边移动 躲进住宅的阴影处 但如果碰上周围没有建筑物时 耗制灯下的一小块阴影 就成了兵家的必争之地 对于那个 只要太阳照的地方 太阳照的时候只要 然后红灯下到阴影区 刚好就是停车的热区 因为大家都想在那边 真的喔 好像只有这个时候才有 夏天的时候 等一下可能就没有了 他那个时间到 他会往前移 或者是往后移 就这样 蛮有趣的喔 对 那是停车热区 又不会违规 然后又阴凉 但警方还是提醒提示 不要贪图一时凉爽 而违规商恶荷包 交通队指出 依据道路交通管理规则 若机车未躲太阳 在设有禁止临时停车的标志 标线处临时停车时 可以处新台币300元以上 600元以下的罚还 若是超越停止线 可罚900元的罚还 而停在斑马线上 则是会处以新台币1800元的罚还 另外在行驶途中 骤软减速、刹车 或于车道中暂停 更可依照危险驾驶 最高可处24000元的罚还 请民众务必多加留意 记者陈吉林台东市报导